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这个货币政策它是会放水还是会抽杆往资金池里面 那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应该说相当困难 应该说不容易有正确的答案 那有的观众朋友会说那你不是瞎扯淡吗 那你一开始就说了你不知道 那且听我说一两分钟 如果你觉得没有道理 觉得完全就是这个分析没意义 那你就关掉 首先说从结果上来讲 这个是不容易预测到的 到底是通胀还通缩 因为如果我真的这么神通的话 那我就去组建一家基金 或者说我基金都不要了 我就用自己的本金去做空这个大众商品 或者说做多大众商品 甚至如果我在小城市 我没有这些工具 我不懂这些金融产品的话 我就是进一批大蒜 假如知道要通胀了 我买一大批大蒜 一万斤十万斤囤在家里 等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 我把这大蒜一卖 生姜什么的农产品都可以 如果我懂金融产品 那我直接就做多这个原油 因为通胀它可能是全球性的 就极有可能 那如果是通缩的话 那更简单 那我直接到香港市场 去做空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因为一旦这个钱抽出来 最先受到影响的 那就是资本市场 尤其是资本市场里面的房地产 金融里面的金融 多次杠杆的 所以说如果知道这个结果的话 就很容易挣大钱了 那很多基金经理 全球的基金经理 其实对这个事情的把握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像2016年的那个 做空人民币一样 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吵架 最后都输给中国压妈了 输得很惨 裤子掉没得穿了 那这个是从结果上来说 那从这个原因上来说呢 就是政策制定者 其实他也是在根据形式来制定政策的 就他不能够说 我逆着这个全球的局势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来去做决策 一般来讲 政治决策者只会做顺水推舟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政客 就是投机 我这个时机到了这个程度 那我就这么去做 我就能够赢得民意的支持 所以说从这个原因上来讲 也是一个具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心 那好 那很多观众等不及了 那么我就说 那我支持哪一个呢 我觉得通胀的可能性略大一点点 那这就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个小的结论 这个原因有几点啊 首先第一点是我之前做了一系列的 关于阶层的这个节目 这个阶层节目里面 它对顶层啊 顶级精英 也就是一二三级 有一个蛮经典的描述 就是通货膨胀是什么呢 通货膨胀就是 一二三对四到九无情的剥削 就是你这个第四层一直到第九层 如果货币多了之后 钱不值钱了 那么你这个手上的财富就会贬值 那么你的劳动就不值钱 你的资产 其实整体上来讲 最多保值你想增值是很难的 但是一二三它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 让自己财富增值 因为比如说它借贷更容易啊 那我们看到像这过去十年 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说比较厉害啊 那国家公布的这个CPI啊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实际上是低于啊 这个真实的情况 比如说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啊 我们吃最基本的消费 比如说租房啊 实际上价格涨了两三倍 那么这个早餐啊 比如说你吃最便宜的东西 价格也涨了两三倍 我记得我刚读大学的时候 早餐只要一块钱就能够解决 一块钱到一块五啊 就能够吃上一碗面 然后再加一杯豆浆 那么现在呢 同样的东西啊 大概需要五六块钱啊 也是涨了三倍 所以这个CPI十年平均起来 那应该说是超过10%的 那国家公布的是2%多 那从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 中国当然未来这个通胀 那还是会继续下去 那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原因 还有一个说回来 就是刚才那个一二三 它对底下无情的剥削 就是一二三 它不管是通胀还通缩 我们前面前面说过 它依靠的是影响力啊 来维持自己存在在这个阶层 依靠的是权力啊 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 比如说啊 你在阿里巴巴有多少这个钱呢 我有这个阿里巴巴百分之零点零一的股份 那这不算啊 你不能说算是一二三成的 但如果你有百分之十 那你就变成了马云 对不对 那你就有一个把控全国电商 乃至世界世界级电商企业的这样一个实力 那么你就是一个顶层 你靠的是其他方面啊 是大非常大额的资本 那么在这时候 它不害怕通胀 通胀没有关系 它只要手上有足够支配这些资源的权力就足够了 还有影响力啊 对公众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他不害怕通胀 那么也无所谓了 我制定政策的时候 如果能通胀 那就通胀嘛 对不对 那对我没有伤害 那我当然会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又恰恰是这些精英集团 他们在制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个角度看 它也可能让这个通胀继续下去 好 那这是政策制定 以及历史中国过去十年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情况 那么第三点原因 就是我们现实看到 目前的这个经济现象 比如第一点 我们看到 看这条新闻 这个国内的房企在2017年 又在继续大规模的拿地 2016年也在拿 2015年也在拿 你说这些人是傻吗 那个地那么高 这个面粉比面包都更贵 那么它盖房子以后肯定是要亏的 那它赌的就是房价上涨 房价为什么能上涨 赌的就是大量的钱出来 银行大量的钱出来 这样通货膨胀起来 然后这个物价才能上涨 这个房价才能上涨 它最后才能挣到这个钱了 至少能够从银行把这个钱带出来 能够在实际购买力上保持住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它就是成长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些企业它不见得都是傻 那么它赌的就是通货膨胀 在未来 那还有一点就是在2017年9月份 也就是两个月前 一个多月前 那么中国的这个又降准了 而且这次降准的这个幅度 应该说非常之大 其实网上的分析并不是特别多 但应该说这是一次 比较关键性的放水 至于它后面还会不会持续 这个还真不好说 只能说非常有可能继续这个趋势 因为这个货币政策 它不像这种 像这种白菜的价格一样 一年一季 它经常延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当然我们中国情况又比较特殊 它不像美联储一搞十年一个周期 我们中国可能两三年就搞一个周期 甚至一年就倒个个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一二三点 现实的情况 历史的原因 还有这个货币政策制定者 他利益不受损 这几点情况 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理解 还有一点我觉得 是我更深入一点的思考的 就是他做通货膨胀 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 因为如果你紧缩政策 这个一二三层 它是负有政治责任的 就是如果你主动把这个钱收回来 因为你放钱出来 当然也是你的行为 但是相比这个收钱 放钱要来得容易一些 如果你收钱造成房价大跌 怎么办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 在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里面的比重非常的高 占GDP的比重非常高 一直在说他把中国经济绑架了 那好如果说你突然间猛的一收 房价不是慢慢跌 那我相信中央期望慢慢跌 一口气跌30% 那怎么办 那这个就很多人会失业 那这个责任该谁付呢 所以从这个逃避责任的这个角度来讲 也倾向于 就是不要去 去收缩 那这是第四点观察 那相对通货紧缩 这种容易造成大规模失业 容易造成这个银行破产 这样的风险的一步来说 那通货膨胀 就是放钱出来 那就相对容易了 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 在短时间内 它是先上升的 因为这个钱一放出去 企业它能够借到很多钱 那么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物资 进来的时候是比较便宜的 卖出去转一手 因为这个生产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过程 卖出去的价格又高 于是这个企业的这个业绩也漂亮 这个上市公司都挣钱了 那个人家庭呢 这个资产也在增加 就是这个政府呢 税收也高 就是政府也高兴 家庭也高兴 那么这个企业也高兴 那政府就是在最顶层 推这个政策 当然他也很乐见其成 那这是他的政绩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受益 但问题是这样 债务堆积太快 而且最后 这个物价上涨会反过来 让最底层 这个七八九 尤其是这个中间阶层 收入不高 收入偏低的人 特别是劳工阶层 这个靠工资的人 他是利益受损 是最严重的 就是在后期 通货膨胀的后期 但是刚才说回来了 这个通货警说 他有这个政治家破例在这里面 小国往往做不到 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 像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往往这些小的国家 一旦出现这种浪发货币的时候 他最后他收不回来 因为这些小的国家 他很少真正的政治家 但是大国 因为他这个国家 这个众生大 这个人才也多 或者说他面临的压力也大 那么很多就容易产生 这种真正的政治家 他有这个破例 那么我就冒这个风险 我就不干这种 浪发货币的事情 我最后就是 会有人去收拾这种摊子 像我们看前两年的时候 俄罗斯 他的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在国内通胀 百分之一二十的情况下 他就不停的加息 不停的加息 那我们可见这个本来就经济 就一片狼藉了 对不对 那很多的俄罗斯民众 都去把家里的储备 全部就买那个LV包了 因为前一天不如一天之前 但他就敢在这种情况下 不停的收紧货币 那这就看到 这就是跟刚才说的 这个美国日本是一样的 他们这种大的国家 经济体刚有这样破例 那么我们中国 也是非常有这样的可能的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大国 而且也有很厉害的政治家 他们在关键时候 会不会往这方面走 这也是一个悬念 那还有一点就是 说到我们怎么样观察 到底是放水还是抽水了 我之前做节目 反复说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如果你在内地 或者说你会用支付宝的话 很简单 支付宝打开来 上面有个余额宝 余额宝的那个右上角 有个利率 把这个利率 那个走势图 观察清楚就可以了 因为它现在是我们中国 乃至世界最大的货币基金 那整个资金池的情况 整个利率的情况 在上面是反映的罪名 灵敏的 而且呢 它离我们生活也最近 每天都要用支付宝 或者是你能够最容易接触 也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利率了 那最后呢 我再说一个反的 就是刚才一直说 通胀的可能性大一点 反的就是说呢 其实对于就是 就了刚才第四点拓展来讲的 就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大陆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经济体 它现在是超过日本的 是世界第二 那么像这样的庞大的经济体 它往往对全球都负有责任 而且它必须依照全球的趋势 特别是这个美国央行 欧洲央行 日本央行 他们几个银行的这个步调要一致 否则的话 你将面临这几个非常庞大经济体的 集体的压力 集体的进攻 特别是在国际上的金融市场上面 会非常的被动 那这个时候 你同时还要背负大国的责任 就是大家都在收紧的时候 如果你不收紧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前面讲 货币政策 它必须顺水推舟 这个政策制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就有可能收紧 那因为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我们都看到 它收紧的时候 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那该收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看日本泡沫泼裂的时候 他们就是央行主动的收货币 而且不是说一年两年 是连续收了好多好多年 让日本的股票暴跌 跌完之后 房地产市场连续跌了十几二十年 就这个样子情况下 他还是咬着不放 我就是要你跌 你就是不值这个价钱 那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在他们07年的时候 泡沫破裂的时候 也是一直收 一直加息加息 加到实在不行 而雷曼兄弟都已经垮掉了 那最后才放水 才把水油重新放出来 那其实这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他其实就不应该那么做 按照目前的这种 我觉得从贫富差距 弥合的角度来说 应该就是一脚刹车踩到底的 但实际上美联储已经是不如当年的美联储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年 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我相信部分原因就是美联储 他放水放的太狠 刹车踩的不够 那这就是反过来说 就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大的经济体要负一个全球的责任 要跟全球其他经济体 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博弈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面 你不可能逆着国际形势走 那么最后再回来踩刹车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的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一个整体的节目 整个观点是什么呢 可能通胀 也可能通缩 可能通胀的可能性大一点点 好的 那感谢收看